欧洲杯小组赛的第二轮全部进行完毕 那么在一组的比赛里面 比利时跟罗马尼亚是给大伙贡献了一场精彩的对决 那么比利时呢咱们先聊一聊这场比赛吧 比利时首轮在小组赛里面是意外的输给了斯罗伐克 虽然说我并不看好比利时这个队会走得很远 但是呢在这个组里面你瘦死的骆驼比马达 你唯一的超级强队只有比利时一只 其他的如乌克兰纸面实力是强 但是跟比利时相比的话还是差了很多 所以呢比利时你再怎么差 我觉得小组你是应该出现的 那么第一场输给了斯罗伐克之后 比利时呢他显然是吸取了经验跟教训 他觉得不能再输球了 因为确实再输给这个罗马尼亚的话 比利时很可能就面临小组出局的这么一个尴尬的境界 那么所有的这些强队里面除了早已经老台龙中的这个克罗地亚之外 比利时是最先把自己底牌亮出来的 他在这场比赛里面完完全全的他做了很多的这种改变 他把自己最后的这种底牌首先亮出来了 咱们昨天说到这个法国跟荷兰 像这种超级强队包括英格兰 他都会多多少少有一些保留 他会在淘汰赛的阶段 根据对手会把自己最佳的这种状态拿出来 这是强队的做法啊 但是比利时呢现在没有这个资本了 因为小组在首场输球 所以他必须要面对罗马尼亚的时候一定要拿下对手 而且罗马尼亚还是要强于这个斯洛华克的 所以这个比利时呢是不容有失啊 但是这场比赛呢其实比利时踢的也是磕磕绊绊啊 最终呢还是拿下了三分 那这组就非常有意思了啊 四个球队互有胜负都是三分 这是我作为我把它叫为这个菜季互足的一组啊 就是实力整体实力最弱的一组 出现了这么一个纠结的情况 我给大家先看一个这个图啊 这完全是我自己的一个推演啊 大家不必不必当真啊 这个是我自己推演出来的一个可能的16强的对决啊 比利时呢下一轮他要面对的是乌克兰 乌克兰今天是赢球了嘛 但是我并不觉得乌克兰在下一轮面对比利时的时候会有任何的胜算 哪怕是一场平局我觉得都很难 而且比利时这边他面对乌克兰他一定要赢球 他赢球的话他就是一个小组第一 很大概率是一个小组第一 因为接下来呢罗马尼亚跟这个斯洛伐克就很有意思了 一般我这个之前几个视频呢 我都说一旦这个球队再拿到了四分之后 就可以基本上99%的概率就是要晋级16强了 这是一个不一定说是百分之百 但肯定是一个极大概率晋级到16强 所以很多人在问啊 这个为什么你说四分就说这么笃定的说他要进这个16强了 我就说你拿到四分你很难不进16强的 所以呢在第三轮的比赛里面 罗马尼亚拿到三分了 斯洛伐克拿到三分了 这两个球队相遇的时候大家想一想会有什么结果 最大可能肯定就是一个平局 这俩球队只要提平 比利时这边必须争胜 他想要拿到小组第一 那乌克兰这边输球 他拿几分都没关系 他最后就三分肯定是一个小组最后 所以乌克兰大概率是要出局的 那咱们再看到这个图 这是我模拟的一个16强的这么一个对决 如果比利时拿到小组第一的话 他要面对地组的第三名 地组第三名呢有可能是奥地利 有可能是荷兰 这个谁都说不准 因为奥地利跟荷兰下一场 第三轮的比赛决定他们的 作词啊 我就假设第三名是奥地利 所以呢比利时打奥地利 比利时打荷兰 不管打谁都不好打 我都认为比利时呢 很有可能在16强里面就出局啊 然后呢这个小组的第二名 就是打地组的第二名 反正地组我被称之为这个死亡之组 所以这小组的第一和第二都不是很好过 相比而言呢 你要是这个罗马尼亚 我其实更看好 因为今天这个比利时 你看他不光是做出了战术上的改变 他把后防给换了 然后呢 加速 他有一段时间 他开始那种加速 罗马尼亚居然能够跟得上 这个比利时的速率 这是让我很吃惊的一个 我看好 现在看好 罗马尼亚是黑马嘛 真的有可能 取决于他的对手 只要不碰到法国 我觉得罗马尼亚都有机会 进入到了 打抢 真的是有机会啊 这个 就有没有机会 他踢的也很不错了 能跟比利时踢成这个样子 很不错 你看比分最后是个2比0 但是 这是比利时亮出底牌的时候 他跟他踢了个2比0 第一名跟E组的第三名 E组第三名不管是 我觉得大概率就是斯洛华克 我说乌克兰你想跟比利时踢平也挺难的 乌克兰是属于那种比较好 如果有A组第三能够晋级到16强的话 我个人比较看好什么 这个匈牙利会赢一下苏格兰 然后晋级 也有可能是苏格兰 反正不管怎么样 我觉得葡萄牙都会更进一步啊 然后他将面对这个D组跟E组的第二名的胜者 胜者呢很有可能是荷兰 所以呢 这个荷兰跟葡萄牙有可能提前相遇 那我个人呢是更看好葡萄牙的 好吧 这就是上半区 上半区最后很有可能就是两个牙相遇 下半区呢 如图所思啊 下半区没什么强队 就法国跟英格兰 法国地组第一 我觉得法国地组第一应该问题不大了 然后英格兰这边C组第一问题也应该不大 他面对这些对手的时候 英格兰很可能面对这个 我是瑞士跟意大利之间 我猜的瑞士一点 我可能就 我觉得怎么地应该有那么一两场冷门吧 对不对 我就猜一个瑞士跟意大利 瑞士报个冷门 是吧 然后比利时跟奥地利 奥地利报一个冷门 因为奥地利我觉得踢的也不错 所以下半赛区很有可能 这个四强就是法国跟英格兰 这就是我纯瞎猜的 没有任何的依据 那么比赛进行到这个地步 第三轮对于有的组 没那么重要了 对于有的组就很重要 就是为什么大家算一下这个分 所有的小组里面 你能拿到一个四分 你还是小组第三的话 你是铁定能够晋级四流强了 搞不好呢 这里面有那么一个小组 拿两分你都能晋级 剩下的你要拿两分的话 咱就比一下这个竞胜球了 因为你看大家如果记得 2016年葡萄牙的三场平局 三分你就能晋级 但是如果你是赢一场输两场 你的竞胜球很有可能是负的 这个就不好说了 但是你连评的话 你竞胜球是零 你就好进这个16强 所以你看三分都能晋 四分肯定是铁进16强了 这就是我的一个理论和依据 那么不管怎么样 小组才第二轮全部进行完毕了 大家对于现在的这个结果 有没有什么感到惊讶的 然后大家觉得 接下来的这个 这个走势会是什么样一个结果 然后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 咱们一起来讨论 好吧 今天先聊到这里